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王爹 我有點聽到你永遠看不膩 那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想要來工商一下 各位 聽到工商 請先不要快轉或跳調 我今天要工商的不是產品 不會花到你們的錢 我今天要工商的呢 就是自己的頻道 那最上面那個頻道呢 是你們現在正在看影片的這個頻道 那第二個 皇帝的日常 基本上就是放騎車 還有我的生活Vlog 還有各種整人 整家人之類的 都會在皇帝的日常 那第三個 QI皇帝SUPER GAME的這一個呢 這一個會放電腦遊戲 目前還正在規劃中 因為人手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很快的更新影片 那最後一個有障礙的頻道 是我跟空花澤一起創辦的頻道 這個頻道的影片都超級狂 這四個頻道 希望大家都能夠訂閱開小鈴鐺 都是不用錢的好不好 如果你有訂閱加開小鈴鐺的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讓我認識你 OK 那我們今天的工商時間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今天的影片正式開始 LEGO 那我相信非常多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 我們今天的企劃是什麼了 何況我們現在畫面上 五個人的頭像 都是我七三億的造型頭像 那代表什麼 我們今天的這部影片 絕對 華麗度 炫炮程度 都是最頂尖的 我相信啊 對面在配對的時候 看到我們全部這個頭像 他們就應該知道 知道要投降你知道嗎 我們這一場全部的人 都要用我七三億的 莫拉造型 欸不對 是莫拉的我七三億造型 我覺得這個造型 甚至比炭治郎的還要好看 就是他整體 給人的感覺 跟我自己這樣遊玩下來的心得 我覺得真的是比炭治郎還要好看很多 那基本上呢 全YT只有我在做幻影雞豆的影片 而且我幻影雞豆的影片的話 一定都是找那種超貴的造型來拍 各位喜歡 記得按讚 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點一鈴 你們按讚數越多啊 下一隻的造型就越特別 那我玩這個模式 我都會叫隊友說要走中路 走中路的話 這樣子我們整體的這個特效感 才會讓大家感到震撼 你知道嗎 單隻造型不夠震撼 那就五隻 五隻肯定震撼了吧 像是上次羅爾次元造型一出來之後 我馬上就拍了五羅爾次元的影片 那我為了拍這種影片 你們知道我要找多少課長 我要去聯絡多少人嗎 拍這種影片 我真的希望說 大家是能夠繼續支持我的好不好 給我一點鼓勵 那我們這一場用的是 五隻這個 莫拉的我731造型 等一下光是進到那個 懸角畫面 不是懸角畫面 等待畫面 你就會感到說 無比的震撼 我真的很喜歡官方這種 跟動漫的連動 會讓我覺得傳說對決玩起來 又是不一樣的味道 你看 我們這五隻 我731 哇操 帥到流湯 對面5隻洛倫 根本就擋不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鬼滅之刃的動畫 我731這隻英雄呢 可以說是超越主角光環的配角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他這隻角色的人物刻畫非常的鮮明 平常非常的膽小 而且非常的懦弱 但是一旦他睡著 或者是昏迷的時候 他會瞬間變得超級可靠 那我們這邊呢 跟大家說好了 20秒的時候要共同回程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他的回程特效沒有像碳智狼的 這麼的好看 而且沒有像碳智狼顏色這麼的鮮明 但是我能說的是 他這個遊戲裡面的手感 特效 絕對不輸碳智狼 但是我731這個莫拉造型呢 真的是非常貴 你保底的話 好像要準備差不多 11000點券 還是12000點券才夠 那我個人呢 運氣是非常好 如果還沒看我抽獎影片的人呢 可以去看我昨天的影片 我運氣真的是還不錯 好像8000多點券 還是9000多 就已經出這個 我731的造型 我真的是天之嬌子耶各位 那這邊5隻莫拉走在一起 我們等級會比較慢 那這邊隊友發現對手洛倫 我們直接一個一技能二段貼到旁邊 二技能再加一個普攻 先拿掉對手的手殺 那這邊配合隊友 再來收掉對手洛倫 基本上我們所有人一起放一技能 對手洛倫光是被暈啊 就暈到沒辦法撿滑了 更不要說我們上四等之後 我們所有人都有無敵 大招無敵 二技能無敵 一技能還暈眩 距離又超長 基本上對面洛倫真的是不用玩 我相信非常多觀眾都看過鬼滅之刃 但是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731的頭髮是黃色的嗎 因為 三義躲在樹上逃避訓練的時候 被雷給劈到 所以他頭髮才變成黃色的 這個是個小小姿勢的補充啊 我沒講你們會知道嗎 OK 那既然講到我731 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731的 你們可能不知道的10個小秘密 那第一個呢 我731的生日是9月3號 所以說他是處女座的 有沒有跟他同樣星座的 在底下留言 那我731的身高呢 有164.5公分 體重有58公斤 非常的矮小 但是他非常的精壯 那這裡對手洛倫都殘血了 我們開大招直接開刷 收掉一顆人頭之後 我們稍微往後拉 我們的一技能一好 直接一技能二段過去 直接再拿下一顆人頭 拿下一個雙殺 那接著我們來講 我731的10個你不知道的秘密 第三個 我731的年齡是16歲 16歲的時候人家在殺鬼 在學呼吸法 各位你們還在打手槍啊 那接著第四點 我731還有寫了一本 名為善意傳的自傳 他還幫自己寫自傳 這個各位肯定不知道 那我731的興趣是 花札跟雙六 那接著第六點 我731的另一半 他的伴侶 就是炭智朗的妹妹 迷豆子 這個我相信有在追動畫的人 應該都知道啦 我只是把他拿出來再提一下而已 那接著第七點 我731是有小孩的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女兒叫做我7登子 兒子叫做我7善兆 那接著第八點 我731最喜歡的是 甜食還有高級料理 各位 我真的是為了各位 整理的很詳細啊 那接著來到第九點 我731他是個男的 OK 各位肯定不知道對吧 不知道的人都以為他是女的 OK 那以上就是有關於 我731的幾個小秘密 各位你們知道幾個呢 基本上都不太知道吧 這個也是我去Google才查到 我也覺得很神秘 為什麼要幫一個動漫角色 設定這麼多的人設 那老實說呢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鬼滅之刃這部動畫 無論是畫風還是戰鬥方式 我覺得都非常的新奇 我認真跟官方建議好不好 官方你真的要出一個 炎柱的造型 可能出給弗洛倫 還是出給誰都沒有關係 但是一定要出炎柱的造型 你要是出炎柱的造型 肯定賺爛 我說真的 大家很愛大哥啊 大哥沒有輸 那各位看今天這一場 可能畫面震撼感沒有這麼大 因為我731 也就是莫拉 他的這個大招啊 是需要疊這個被動 才能夠觸發 那你要所有人都同時疊到被動 一起開 又不太可能 那默契要非常的好 如果此時此刻 正在看影片的你 還在猶豫要不要抽這個 莫拉的我731造型 我跟你講啊 如果你不缺錢 好不好 肯定抽爆 手感好到不行 我自己玩下來 手感真的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那像這邊對手 洛倫根本就逃不掉 我們這個連續大招開刷 對手洛倫根本就是 瓮中之鱉 只是取決於我們 什麼時候殺掉他而已 這邊我們一個斬殺 順利拿下一個雙殺 非常的完美 那其實我有發現這一次這個 鬼滅之刃的這個 我731的連動造型 非常多人喜歡 所以我在思考 好啦 不要說對你們不好 我昨天的影片 我是有辦抽獎的 那我會在 不定時的時間 公佈在我IG的限動 那今天這一部影片 各位 我也送出 我731的造型 好不好 你們有看到這邊的人 就會知道說 欸我們是有送造型的 我不會打在標題 我也不會打在封面上 我就是直接讓觀眾有看到 現在 8分多鐘的人知道 我們是有辦造型抽獎的 那怎麼獲得這個 我731的造型呢 今天這部影片的觀看 只要在一個禮拜後 有達到15萬的觀看 我就會送出一個 我731的造型 送給大家 各位 你們接著要做的就是 按讚 並且在底下留言一句話 然後把我所有的頻道 都訂閱 打開小鈴鐺之後 把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他觀看次數 趕快到15萬 你就有機會獲得 莫拉的我731造型 說不定下一個幸運兒 就是你 那今天這一場真的非常的可惜 我個人會覺得說畫面會很華麗 但是其實也還好 因為 莫拉的大招是需要疊被動 大家沒辦法同時疊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場很快的開始 也很快的結束 但是有看這部影片的人 就賺到 好不好 我只能說啊 你玩弗洛倫 玩這個幻影激鬥模式 真的是不用玩 你會找不到自己的花就算了 你的對手一定也是那種牛鬼蛇神 很奇怪的 那我們今天這一場 拿我731造型 在5個人之中 脫穎而出 拿下MVP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在這邊告一段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鈴鐺 謝謝大家的皇帝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Mal下 注入 打開小鈴鐺